圆文哉族 圆文哉族 施叠上回 上回就讲到 那个东林党人 叶向高就做了首富 他一个人做了 所以呢 又叫做独相 就是独自一人做丞相 那他做首富期间 一切都好像没什么大变化 皇帝又照够不上班 内阁呢 那些大臣呢 日吵夜吵都没停过 那叶向高就一个人在这儿 就做到他休息 那好像一切都照够 没有什么改变 但是实在上 政治势力已经发生了很微妙的变化 新人出来了 但是救人又不肯走 死賴又在那儿 于是双方就困到实 一定要将对方 自知死地 大家就找机会来整对方 当时的集中点 大家都集中在一个目标上 就是太子 太子啊 自从妖书案之后呢 都被他清清静静静 过了几年 一直到万历四十一年 有一个人呢 实写了一份报告 再次就把太子拉了下水 写报告的人呢 叫做黄日浅 是敢以为的百户 即是一个小小的特务头子 那意思呢 这个特务都向皇帝上书 说最近他发现一件十分离奇的事 有三个人集会啊 就展了三个子人 三个子人呢 即是皇帝 皇太后 和太子 三个子人上面是写着他三个人的名字 另外每个子人 就钉了七七四十九口钉 钉了几日之后了 就放火烧了这三个子人 那就是很清楚了 这些就是迷信的阻咒嘛 就是想咒死你 那意思呢 这些迷信的东西呢 解放前都时时见都有的 就是整个子人 把你的名字写上去 烧了它 那等行衰运就行了 这些是迷信的东西 但是那个特务又指出来了 做这件事的幕后指挥者 是一个太监啊 这个太监不是别个 是郑贵妃的得宠太监啊 哇 得了的 郑贵妃 哎 萧子人来咒过太子的死对头啊 那也说得过去的 你咒过皇太后呢 也说得过去 喂 那连自己的老公 万力皇帝都皱了一份啊 那又奇怪啊 这件案 就真是不可思议啊 皇帝听到有这件事呢 就发火啦 下令 一定要想尽办法的破案 太子呢 也怕到门口都不敢出啊 郑贵妃更加日喊夜喊去申愿啊 说有人靠害我啊 不知道谁害我呢 大家都急得吞吞转 但是 首富 叶向高 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皇帝就有点不高兴啊 豈有此理发生这么大件事啊 你一句声都不出 你怎么做首富的呢 就打算叫他来分析一番 是刚刚想叫他来的 就收到首富的报告了 皇帝一看这份报告 唉 心都定了 那首富叶向高的报告是敢写的 他说呢 这个特务王日乾啊 和肖子这三个人呢 都不是好人来的 我已经查过他们的底子的了 原来他们通通都被刑部拉过去处理过 坐过监的 现在 人证物证不齐呢 很快就会结束这件案的了 请陛下 不用担心 最紧要的 就是不要张扬出去 陛下 只要当不知道这件事的 那些事的事的事 又要是由我来处理 那就可以了 这个首富叶向高 哎呀 確確實實 是个绝顶聪明的人 他十分清楚的嘛 就是不要张扬出去 不了了之 就这样收货算数 那本来啊 叶向高是东林党人来的嘛 东林党一直都很支持太子的 現在太子被人罵 那不是应该追究到底的嘛 那为什么这个叶向高 尚不了了之呢 因为啊 当时太子朱尚乐 已经接了太子的位了 那注定特地做皇帝 只要不要出什么大事就行了 那这件 罵皇帝 罵太子 这些这样的案 很复杂的嘛 如果你追下去啊 那就会搞出很多是非出来的嘛 你说郑贵妃是幕后策略 那也不奇怪的 但是呢 告状的特务 和扎子仁那三个犯人呢 他们的关系也是很密切的嘛 袁告和被告都是同一班人来的 那他们分明是想将水搞混 那你纯粹摸鱼而已 那或者真的不关郑贵妃的事 是这班人搞事都不顶的 再加上这些这样的 扎子仁钉钉钉钉 又不会真的害死人的 所以也不是什么大事来的 你一定要追究 那小事便大事 对太子反为不利的嘛 所以 叶向高就抓住 将犯人 拉入监仓 准备三司会审 但是又很巧的 刚刚拉入监仓 第二天 那个特务王日乾 死在獄中 死得不清楚 病死啊 还是自杀死啊 还是被人谋杀 没有人知道啊 也没有人去查问 总之 这件案子就不了了之 哎呀 不过你扎几个子人 那便罵开人 那便送上几条人命 喂 好像很不值 是呀 经过这件无聊的事之后 太子便便平平安安 又过了两年 一直到万历四十三年 五月初死 又出了件大事了 那时候太子呢 刚刚在皇宫休息 今天万历二十九年啊 朱常洛就被封为太子啊 就搬到皇宫里面住的了 但是万历皇帝 就不喜欢这个太子嘛 所以 待遇非常惨的 条件十分简陋 而住的宫殿是破破烂烂 日久失收的 連服侍太子那些太监啊 都是专门选择老弱病残的人 太子是一个人 囊囊清清住在婆婆囊囊的宫中 从来都没有人来探她的 不过呢 有一天 居然有人来探望太子 不过就不是带什么礼物 人家是带条棍来探望她 那太子住的地方呢 本来是有两重大门的嘛 但是第一道门 根本就没有人看守的嘛 你现在就想去公园呢 都有人守着公园的门口啊 收一下票啊 啊 啊 太子住的地方一定戒避森严冬厂 敢以为困到实的嘛 哎呀 不是不是啊 什么都没有的 看更都没有过的 任人直出直入的啊 那么入到第二道大门呢 只有两个又老又瘾又瘦的老太监在那儿看门 有一个人是一手拿着一条木棍 一轮就打伤了一个太监啊 另一个太监呢 虽然身体瘦弱 但是他有一样厉害啊 他把声大啊 一尾大声叫救命啊 救命啊 哈 于是就惊动了其他的太监 那个人只是拿着一条木棍而已 又不是拿冲锋枪 所以很快就被那些太监制服了 太子就知道有人冲进来 不过呢 只是拿着一支木棍而已 所以就亦不当马士 就将他交给那些守卫 你说 一个人拿一条木棍 单人匹马 冲进皇宫去打太子 简直当笑话来说都可以 谁知道这件这样的事 一直搞下去就成为明朝一件大案 还是一件奇案 到现在还没报案 太子本来只是当这件小事而已 就不在意 下令把这个裸棍冲进来的人 交给宫廷守卫处理 就算了 谁知道偏偏这件事呢 本来呢 就真是很小很小的一件事 我们经常在市场都见到啦 有些人爭炒上来 拿一条单挑大家打两棍也有呢 就算讀书的学生仔 为了那些小事吵架拿一条棍打两下也有的 又不是拿刀拿枪 又不会打死人的 但是 小事就搞啊搞啊 居然变成轰动传博的大案 那你这个人 那你这个人 拿一条棍去搗乱皇宫 那当然要立案審啦 按明朝规矩 在哪里发生的案件呢 就由哪里的衙门来審你 偏偏这件事就发生在皇宫啊 那难道要皇帝来審啊 推来推去 出之就决定 有秦成御史 刘亭来到審案 審了半日 刘御史就得出審讯的结论 此人乃是个神经佬 你无论用什么刑法来对付他啊 哈 唯必尼游鸯鸯砌呢 他都是乱说一通的嘛 说的都是牛头不对马嘴 而且呢 一时就说这样 一时就说这样 審来審去呢 只要知道一件事 他的名字叫张差 是继州人 就是这么多了 其他情况一概不知道 本来啊 对待那些神经佬作案 很简单啊 就是打个餐灌死 放人了事咯 怎知情况就发生变化嘛 越变就越复杂 最初呢 因为这件事一传出去 街头看你 马上就吵意巴弊啦 连朝廷大臣得闲啊 都将这件事来议论 上上下下意见都一致 一致认为是郑贵妃找人行空来打太子 上一次啊 那件妖书案 和钉子人的案呢 已经说是郑贵妃这个蠢人做的啦 那现在这个蠢人再做了这件蠢事 也不是很奇怪的啊 皇帝呢 哎呀 被他们搞到没办法了 只好下令 叫刑部来审你 一定要审出个真相 刑部呢 就派了两个郎中 来帮手审这件案 这一会 帐差就供应啦 爲何要闯入王宫打人呢 因爲啊 无奈以前 我向下家里呢 就倒了些柴草 怎知就被人烧了 我告官就没人理 那我一时火起 就去京城咯 哎呀 怎知京城那么大 走错路入了王宫 一时怕起上来 就拿一条军就打人咯 是这么多东西咯 这些这样的公词啊 如果不是神经佬呢 就一定是傻佬讲的啦 车大炮都不要那么离谱的嘛 你说人家烧你家屋去告狀 这么多勉强啊 喂 烧了你门口那堆柴草 你就上北京来到告狀啊 喂 多远水路你知不知道啊 而且你说你害怕的上来 就拿一条军就在王宫打人 那不离谱的嘛 于是 这几位審判官 经过一番仔细的商量 一次就认为 这个人 不理说他入供打人 是什么理由 这些理由是真啊 还是假的 唉 不理他了不理他 你从行动来看他就十分严重的嘛 应该从严处置 斩头就一了百了结案了事呢 不过 審判的死刑呢 一定只要讲个理由的嘛 那刑部那些官员呢 審惯案的 专业水平很高的嘛 他们要杀人要找理由 哎呀真 找个大堆出来都可以啦 他们立刻抄诗 哎呀有了有了有了 大明律例中 有一大批杀人的理由的 那 在宫殿里面放子弹 在宫殿里面射箭 在宫殿里面扔石头伤人 或者用武器攻击 子弹一件呢 都是一律问斩 至于他为什么要打人 有没有打死人 为什么要扔石头 为什么要放箭 他打伤的是什么人 一律都不用理 都不用问的 总之 杀头就了事的啦 这个就叫做 犯案的是狐狸糊涂 判案的又是狐狸糊涂 犯人又是死得狐狸糊涂 那就狐狸糊涂了事就是啦 不过世上呢 有些人就不肯狐狸糊涂做人的嘛 他总是要把事情搞清楚 要搞个水落石出来嘛 这件 这件 打人案的张猜呢 已经坐监 坐了很久了 有些习惯嘛 炸癫办傻呢 越来越有水平嘛 本来啦 他现在已经说了 杀人的目的很清楚啦 是报复出口气嘛 那就可以结案了咯 但是偏偏明朝有个法律 他规定呢 刑部每日要派人去监中 来提審这个犯人 以防他翻案 到5月11日 那天 去提審张猜的 就轮到刑部的官员 叫做王之彩 王之彩 王之彩 不过是个主事 就是低级职员嘛 但是官职虽然小嘛 水平非常高啊 而且非常大胆的嘛 以人敢作敢为嘛 他一口咬定 这件案呢 内容一定不是这么简单的 一定隐藏着这些秘密的 于是他就利用 他提審犯人的职权呢 入到监仓 亲自了解情况 他入到监仓 就是刚刚开饭了 他就缩在一边 暗中观察了 这个神经佬是怎样吃饭的 那一个装疯扮傻的人呢 他装得怎样傻法都好 喂 吃饭一会儿他就不傻得了 他总会用筷子 找到监仇的嘛 这个王一彩看了一会儿 就大声咬 别吃饭 接着就通知看守 我现在就要审问饭 于是就开始审问了 哦 一审就审出一件大事出来 那到底后事如何呢 期待下回分解了 没关系 关系 人